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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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幕仪式等等 我每个周末都是预录好的之后就把影片送过去 原因就是因为他的实质的互动性其实不高 但是在这边接下来一个多小时主要都是靠各位的问题来做互动 那这样我觉得我人在现场就比较利益 因为见面三分亲 比较知道说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接受程度 或者有什么新的想法 祭祀光阳 那这样子我也可以有所学习 另外还有就是说因为我讲话速度就是稍微快一点点 戴着口罩 有时候如果就是我不小心把多号都越过的话 也可以稍微提醒我一下 我可以稍微就是在多号做停顿一点点 那致辞的时候为什么预录是比我到现场受欢迎 就是因为我常常致辞的时候就是不小心越讲越快 然后在后面的朋友就有一点挺不紧的 但是如果是预录的话呢 他就可以调到0.75倍播放 所以还可以先上字幕 那个手艺老师都可以先预洗一下 讲的内容等等 那所以就是在没有互动的时候 我都是尽能以预录为主 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看来的谣言 有时候的朋友们会说 为什么用共生这个词 如果是共生的话 谁是宿主 我在这边用共生这个词 通常是在讲AI AI就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对我来说辅助式的智慧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 其实它从assistive technology 辅助科技这个概念来的 像我戴的眼镜就是一个assistive technology 我眼睛看得不是很清楚 近视高达300度很高 但是总是还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这个时候眼镜就是帮助我看得更清楚 所以它的利益跟我的利益是一致的alignment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眼镜如果坏掉了 我去旁边眼镜行去跟它修法 或我看一些YouTube影片 看一看我自己拿 我自己直接给它修法 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 我需要去付原厂 几级亿元的授权费用 那有一些AI是确实它是让大家愿意 让大家开放式的修改 就是open source的这一部分 但也有一些它是比较authoritarian 就是说它不但给不出交代 而且还会能够自己去修的 那所以对我来讲 AI就是分成它比较是authoritarian 就是它既不一定跟你的价值相符合 它让我一个眼睛呆一呆 如果突然冒出倒数十秒才关得掉的广告 那它就是广告上的价值 就是我的最佳利益 或者说它坏掉 我没有办法那么容易了解 没有办法那么容易修 那这样的话它就是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比较威权式的这种智慧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就会有一种被寄生的一种感觉 就是对它要好处 而对我都没有好处的这个情况 那我可能只是因为上瘾 或者什么别的原因 最好不得不去跟这样子的AI相处 那但如果它是又有alignment 又有accountable的话 那它就是跟我是一个共识的关系 那当然还是人类 还是就是你我 那但是上面到底是assisted 还是authoritarian 完全就是看它有没有alignment 是不是 下一个问题就是顺利成章 Thelon Hawking跟Elon Musk 都担忧 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所谓造成人类的末日到来 那这部分人类该怎么避免 那我是觉得说 我们尽量不要放在同一个栏子里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 但是人不能一直待在摇篮里面 那所以就是尽可能在星际 就是做几个人类的社群 那就比较不会说 好像就是一个会跳的 就什么都没有的这个情况 这个也是Elon Musk的主张 拜托一下 好了 这么多力气来 来搞星际殖命 大概后面都是有同样的 鸡蛋标分散在 鸡蛋标都放在特洋系里的想像 好像Proxima Centauri 现在看起来是可以做的 所以可以再多花一些时间去那边 那当然就是 我们目前都还是在摇篮里 而且还在地球上 所以地球的涌去 还是蛮重要的 那在这里面 我觉得刚刚那个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很重要 就是大家在发展AI的时候 要理解到说 我们在发展的这个东西 它最后还是以人为本 那有点像是说 我们在之前就是强谷之间 那个核武进出的时候 因为发现说这个核能源 可以变成核弹等等 但是后来就开始有核武 扩散这个概念出现 因为发现说 如果接下来继续这样子进出下去 总会有一天 那就是有人哪个手机箱 就被引爆连锁反应 然后就没有地球了 所以这个情况 在以前也是发生过的 那后来他们追踪了很多 什么保存互相毁灭的这个策略 或者这些策略 慢慢做到这个核武扩散 核武小减等等这些做法 所以我觉得当然现在 在AI还没有到当年的核武那个程度 那但是我们也不需要等 就是从研发核子武器到最后都不扩散 中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这个很多次都在 就是发生这个浩劫的边缘的这个情况 那当然也不要好像说 就是温室气体这个排放了这么久 到现在才终于要做一点点事情 在这样的情况 那关于AI的这些ethics 就是这些怎么样是可以接受的 边界的这个伦理 如果最后可以变成就是大家在做的时候 都最基本的这些东西 好比像说我们之前也有过很厉害的科技 叫做火焰 我上去这个例子就是因为 AI对我来讲 是把我们的认知功能 从身体里面移到外面可以批次做 那就像火焰是把这个消化的功能 或者杀菌什么的功能 移到身体外面可以批次做 那这样子的好处 当然是很重要的一致用火 是文明的来源 但是我们是不是说把火焰的使用者 concentrate在很少数人 而是说确保大家从小就有教导 火焰使用的ethics 就是所谓的讲证课 怎么样不要把一整个城市烧掉 等等 就这个是变成我们 就是所有在开发的人也好 使用的人也好 都觉得说这些是基本能力 消防是基本能力 等于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我觉得AI对人类的威胁 才会稍微比较获得缓解 那在这段活动困解的时间里面 还是要争取 就是赶快再先进 就是分散你的文明 有十三位派我们问说 我人生中有没有什么困境 我觉得自己已经堪称天下 我从没有这样觉得 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 那有超多的 话比上说像 以去年的例子好了 大家可能知道说 在2月6号的时候 我们开始了药局的口罩实名制 那在当时就同时有两个社会创新 都不是我发明的 一个是 就是在台南 无相为接着江林众等等的人 做了所谓的口罩地图 在每个人的手机上面 都可以看到药局即时的存量 那我的工作其实是里面 非常微小的一块 就是去协调健保署 每30秒钟公布一次它的存量 而不是每天再公布一次它的销售量 那但是在这个社会创新的同一天 like literally the same day 在很多年轻的钥匙社群里面 在我所不知道的地方 也发展了一个社会创新 就是放号码牌 那他们还分享了那个iPhone的编号 你只要这个输入 就可以印出漂亮的号码牌的卡片 然后剪一剪就可以 早上就是拿健保卡换号码牌 然后到了单外 再请他拿号码牌回来 然后到健保码牌 那这两个都是 节省大家排队的很棒的社会创新 那这两个撞在一起 就好像可乐跟曼陀珠混在一起一样 然后就会产生爆炸 那因为在可乐地图上面 就要发好吗 那药局就是看起来 尚未一片都没有卖出去 中午他们无销捨不过卡 然后看起来全部卖完了 然后到最后 就是捨不出没有了 那但是前面就非常像 钥匙在安钢口罩 所以我附近的某个钥匙 他就在他的门口 用A4的指贴 不要相信APP 请看好 请看好自己一张 我当时看的时候真的是很挫折 觉得说 这两个都是很棒的社会创新 那这个是我去扩散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 但这两个就撞在一起了 当时在网络上 就已经出现一些 有点出征的言论 说钥匙没有照射 指挥中心的设计 好好的用这个 就是过卡的程序等等 那但是我们如果减好钥匙的话 那我们马上就完蛋了 因为我们为什么选的钥匙 就是因为钥匙有在地的社区的信任 所以我们一定要马上道歉 那所以我们就立刻告诉钥匙的那些 就是朋友们说 都是我们错 我们没有想到这个 真的很抱歉 但是我们下个礼拜四 就一定会把它修好 那再怎么修好 其实我们有点想到 我们在说 看看造局 你心里 所以我在好不容易有睡一觉好之后 醒来 就强化自己的玻璃心 然后去看江明宗的那个 就一大堆三角形的那个 口网地图上面有钥匙可以留言的地方 那在一开始 真正都是一大堆经刊 非常非常挫折 这个pH值可能低于0 对一些心情的抒发 那但是 就是大概到可能到第五个 专业的五楼 还是有专业的钥匙 提出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 就是说 那我们可以把那个steam 就是资料的 就是栏位 多一个栏位 那不是只是音乐时间 而是拆上两边 一个是发号码的时间 一个是发口罩的时间 那这样子的话 比方说他早上 8点到9点发口罩 那9点以后 他就从地图上没消失 那这个问题就自然的解决了 那我们就马上参赛 然后就一礼拜四就做出来 就算我就很高兴 然后我就去河壁 然后结果那个 A4值还是在那边 那所以就 深呼吸和技巧号的博异器 然后走进去 那这个去 赶快他买一点 这种工程下草 什么东西 然后就问钥匙说 那为什么 A4值还在 我们是已经调整了 那他就说 开始把这个痛苦的时间 从三个小时缩载到三十分钟 因为8点到9点中间 他发现半久发发号码牌了 所以8点半到9点 还是在地图上 看起来还是一片都没有卖出去 看起来都还是像是要是在按钥匙上 所以要怎么办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那时候我就 我唱朋友每一招 就是说如果你是 说一声的话 你会怎么办 这个你行你来 那你一定行 但是在传统上面 其实很少官员会讲这句话 因为第一个听起来有点不负责 他只是一个当事人而已 他为什么可以突然想出这种 但是我制作一感这样讲 是因为他后面有一个很大的社群 就是那些在互相支援 好像还有一个专门的协会 就是年轻药室的协会 所以这些朋友们 其实我知道他后面是一个很大的智囊团 所以他就说 好那没关系 你明天再回来 明天再回来我跟你讲 然后我就又睡一觉 这次睡一首考虑 然后醒来之后 就又深呼吸一口气 又想把自己的玻璃心 然后那天S是不见了 就解决了 但是我没有改程式 所以到底怎么解决 所以我就走进去 所以这个其实就不是学艺材 而是他们集思光秘 试出了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就是他只要在八点半 放到海发完的那一秒钟 去后台的那个进销程管理那个系统 说我进-500片口上 付我再打一个减号 那因为我们在后台没有做那个 就是我没有确认它是整数 他没有确认它是正整数 所以-500是可以的 那-500一进来之后 它库存就变成库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的库存 可能不是这样子 那所以让我们的系统 处理这个状况 所以它真的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它说好像一个隐形斗筒一样 它只要进-500片口上 而且它的就是其他要事还提醒 它说你在下篇 你需要记得重整 重整是一个术语 就是说你要还要再进-500片 去把那个-500片重掉 不然你隔天 还是不会在地图上面出现 那所以这个其实已经进入 类似白帽海课 大家的一个境界 因为还有跟我讲说是白帽 不讲就黑帽了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就把他回去 就是跟持维公安政报所谈了 他们当时刚好在做一个 就是礼拜天药局可以选择 不要卖的这个选项 那也有一些药局 礼拜天还是卖 所以就是礼拜天 他可以选择打烊 他也可以选择不要打烊 那我觉得太好了 你把这个打烊的这个flag 变成是你在轴间也可以按 做成一个按钮的形状 所以他就不需要建立一副5-500片 他只要随时发现 按钮牌牌 就是一发完 他只要按后台那个 我要打烊的那个按钮 他就瞬间从地图上一小时 30秒之内 一定从地图上一小时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他就不需要自己再去记得重振 等等 也不需要担心说 建防署之后 会拿着这个全身去 去跟他算账 来算账 都不需要 那这个就变成是一个 好像我们设计在功能里面的 他随时会一小时的 这个逗篷 那这两个社会中心在那一刻 已经过了三个礼拜了 终于就是变成一个 比较和谐的一个状态 但是在此之前 几乎每天都在那个凑折里面 因为就看到两个社会中心群体 虽然有共同的价值 但是有点彼此底 嚣傲彼此 攻击的这个情况 那所以这个解决都不是靠我解决的 还是靠不断的就是去跟钥匙的社群 跟文明科技的社群说 那我们开门造就 那你行你来 只要你提出一个好主意 我保证下礼拜四一定去实作 那目前做的不会好地方 那都是我的错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次很正面的经验 但是这个也告诉我们说真的是要在第一线 才能够想出真正的解决方案 不可能说我们不然在很多事里面就想出来 有十四位朋友们问说 哎 请问数位商业的资产管理要怎么进行 因为目前现在健保卡 已经部分在顶替数位身份上的功能 就是很客气了 应该说全部在顶替数位身份上的功能 但是大众对新的数位身份上的制作 跟资产管理厂商很有疑虑 确实 我们在看到就是大家的疑虑之后 现在我们就是说要用立法院有一个专法 来约束整个身份证的使用 那这个也是有先例的 就是我们在护照的时候有一个护照条例 在健保卡的时候有一个健保法 那下健保法它就规定说健保卡在使用的时候 只有医师钥匙人员能够写入它上面的资料 那能够读取的呢必须要是公务使用 而且使用者必须要预先往健保署注册 放到那个白名单里面 而且在使用之后 如果大家又下载那个健保快一通的健康存折的话 其实在上面随时都可以看到说 你用这张健保快做的任何事情 那如果有一些资料它没有记载正确 好像说有一些朋友下载健康存折之后 看到他的医师证端代码的错误 像去年有一个还蛮有意思的新闻 就是有一位朋友他本来是R098鼻过敏 那连续诊断三次还有开药 那他回去拿健康证证一看变R99不明而因死亡 所以他一个礼拜死了三次 那这个蛮困难的不知道怎么做 那总是就是他就发现说 那所以他跟健保署申报这个资料有误 那他立刻就可以提出更证 其实各自提出更证提出复制的提出删除 等等这些请求本来就是在各自法里面保障的东西 就有点像是我们网购的东西 那这个资料有建赏期 你就算在线上打个勾说 我放弃建赏期 那有个打勾是没有效的 那是不得记载实项 你无论如何都有建赏期 如果不让你有建赏期 你就可以去找消防官 注视正义 所以通常的道理 大家在用健保卡用了整一整年下来 就发现说 原来资料不是只有我分享出去之后 就没事的事情 他后面有很多所谓的MyData 就是关于我自己的资料 那大家也可以给他买单 网站下载等等 那建保卡已经有一套很完整的管理机制 那反观纸本的这个身份证 就是俗称的六代卡 没有俗称称 我只把它叫六代卡 但另外 这个六代的纸本身份证 它的困难就是说 内政部在制证完之后 你如果是在旅馆被人双面影印 或者是说你在停车场去患证 那这些都是完全没有法律来保障的 也没有任何法律来违反 那当然理论上 你可以分别去跟经济部商业司 跟交通部去说 那要不要稍微行政检查一下 就是这些旅馆或这些停车场 但事实上实物上 这些都没有违反科研 那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一向比较 就发现说健保卡的accountability 就是给了出交代能力 跟身份证目前资本的 给出交代能力完全不一样 那现在身份证如果纯粹只是数位化 而没有把它给出交代能力 提升到至少跟健保卡一样的话 那大家是不买单的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想法 而且很多立法委员 就是各个党团的 大概都有提出相同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立法委员 愿意去进行这样的广泛讨论 是蛮好的 所以我们就先让立法委员 散读通过至少把他的关系强度 提到健保卡或甚至更高的 那样子的水准之后 我们再来做数位身份证的 充分的沟通制作 资料管理等等 我觉得是让大家比较安心的一个做法 所以目前的处理方式是这样子 有15位朋友问说 待在政治人员之后 待会我最大的思维的改变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说 常任文官 就我们所说的事务官 或官僚体系里面的人员 我在实际跟他们开始工作之前 总是有感觉就是说 最创新的朋友 应该是在民间 在企业界的新创 或者是说在非营利组织 社会部门的设创 那等等这些应该才是最创新的朋友 那官僚组织是怎么会创新呢 但是在我加入学生院之后 我就发现说 不是啊 我们在行政体系里面 也有非常非常多 非常创新的事务官 只是说 他们目前是被公务人员服务法说 即使是他一个人身份 也不能够对外评论 关于工作有关的事情 这个其实一点道理都没有 在这个限制所捆绑 所以外面是看不到 他们有多么创新的 那所以最多最多 就是只能说 在想PTT说 就是有人用笔名说 我做了一个梦 你梦到什么 然后后来就梦醒了 最多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分享自己的梦境 那但是我就发现说 其实这些常任文官 不分年龄 他们都非常愿意学新的沟通的方式 也非常愿意创新 那他们需要的其实只是 我跟他们说 就是你试这些创新出来 那反正如果爆炸了 像刚刚讲的那个例子 那都是我的错 那但是如果做得好的话 那都是你的credit 那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 政务官跟事务官的关系 那事务官创新的能量 才慢慢会出现 那像我们办了好几年的 总统被黑客松 大概都是这样子的例子 我们总统被黑客松 是很有趣的一个概念 就是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上网可以演好不好 那总统被黑客松 是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每年 会有这五个冠军的团队 从两百多个团队里面选出来 那这个选的方法 是用一个新的投票制度 叫平方投票法 那他们每一个做的事情 都是去把本来工部门在做的 社会部门在做的 企业部门在做的 想办法把它结合起来 好比像说 这个是用 这跟各位的工作有点关系 AR技术 让大家去预先看到 一片空地 目前没有在经营的 如果种满了树 而且整个社区 可以一起来照顾的话 那最后会有多么好的成果 那可以让大家愿意 就是更加参与植树的这个工作 像这个是说 把本来环保署不太有人要看的 那个全台湾饮水机的经纬度的 那个地图的资料 变成好像大地游戏包可梦那样子 就是你可以拿一个水壶当做道具 然后到处去打卡基点 专金币 然后还有什么完成大道成任务 可以解锁什么东西的 其实我不是很确定那个 到底是怎么样 但是总是它叫凤茶 所以它一方面充满了人情味 那但是二方面又是高度的游戏化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连续50天去找附近的凤茶站之后 不但可以认识新的朋友 而且还可以减缩 而且到最后就会完全 借除掉满新的宝特瓶 这样子的习惯 那而且在过程里面 如果它政策到说 这个地方它的太阳光线 气温 风速等等 到达一个预知的时候 它会主动推送 说你很可能会中枢 那赶快就是多补充一点水分等等 所以这是所谓的就是精准健康 那这个是用智慧电表 那你不需要装 家里的特定的电器的适配器 它是完全用智慧电表的波形 就可以算出 是不是你需要有一座新冰箱 或者是冷气机等等 那然后这个是 让你在杂货店 扫一个合调饼干的条码的时候 它跳出来不是只是它的价格 而是它的价值 就是它创造了多少好的环境价值 或者它有被环保署裁发 是靠就是 从后代子孙提款 来让这些和平干这么便宜的 等等 这叫透明足迹 那这些 其实老实说 里面相当多 都是专业文官的创意 但是我们收到提案的时候 收到的都是新创 或者是公民社会的提案 但是你看那个提案的文字 虽然它用的不是标开题 你就知道大概就是某个科长 或者某个承办的手笔 但是从它的角度来看 它只是请个公家参加一场黑客送 如果到最后没有做出这样的成果 对它一点风险都没有 但是当它实际得到前五名 然后总统颁奖给它 然后那个奖杯是一个投影指教 一打开就会投影出 总统颁奖给它的画面 所以非常Meta的一个奖杯 那就是一个神主牌 那就是任何人只要秀这个神主牌 它就可以说 总统承诺说 它花三个月做出来的事情 在12个月之内 我们会想尽办法 把它变成全国性的公共政策 那这个时候它的公务的生涯 就此改变了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像当你有这样子一种风险分散掉 但是如果真的做出东西 它有for credit的这样的环境的时候 那事物观的创新是非常容易去发展出来的 也是我觉得我这次学到最多的东西 最近四五年大概就是在跟所谓体制里面 所谓官僚 那其实是比起就是外面民间的新创 或者社创团队色好不遑多让的一些 就是很有创意的事物观一起工作 有时就会有朋友问说 郑伟可不可以把合照取下来 因为已经有两公尺的安全距离 确实今天这个 这位先生又说是没有本土案例 所以看起来 好像这个高峰期 好 那这样子就 好 谢谢大家 有17万本人问说 在不理性的对谈的时候 要如何达到有效沟通 这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专心听就好了 对 这讲起来很容易 做起来很简单 但是确实有一种叫做积极聆听 是我们在做破冰的时候 就是跨部会 跨部门要开始沟通的时候 常常做的一个小组练习 就是说对方不管讲的 就是在眼里已经盼道 你还是要很认真的听他讲五分钟 而且尽量不要打断他 那但是五分钟完之后就要换你讲 你就要讲从你的角度听起来 他的想法是什么 用你的话重新讲过一次 他也不能打断你 然后呢之后呢 他又可以再分享他的delta 就是说你讲出来的东西 跟他脑里实际想 他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别 然后再五分钟 再五分钟 再五分钟 所以其实 就是如果是本来 就是你急着打断他 不管是实际打断 还是在脑里打断了 那这样子炒个两个小时 大概都不会有什么结果 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 大家都会有五分钟的耐心嘛 五分钟的善心嘛 所以就是说 你五分钟就是 发发慈悲 让他讲大发慈悲 让他讲完 那这个耐心总有吧 那他一旦讲完之后 其实他也不会那么不理性 因为他的角度多多少少 可以被你稍微感同生生 那么一点点 所以后来当然 我们经过就是反复的练习之后 有些人就可以在五分钟 也十五分钟 二十五分钟等等 我现在大概都是四十五分钟左右 就是我可以听你 从任何累计判脑的角度 讲个四十五分钟 那我是绝对不会 即使在脑里也不会打断你 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很容易有效 有效沟通 因为我在接下来 听完四十五分钟的时候 讲的话 基本上就是顺着你的思路 所以从你的角度来看 就是我跟你在同一个立场 然后同一个方向 只是说我沿着你的思路 再提出一些 可以延伸你的思路这个讲法 那这个时候 它就是一个natural extension 就是你的思路一个自然延伸 那这个时候 当然就可以达成有效沟通 但如果对方 这个不理性的情况 你又跟他就是对冲 那这样的话 他当然更加的不理性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积极聆听 变成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就是习惯做的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 比起好不想要拍桌子 让对方觉得说 这件事情很重要 要好是因为 虽然第一次拍桌子的时候 总是很有用 但是第二次第三次 第四次的时候 他会麻痹 所以编辑效用是递减的 那但是你积极聆听 每次聆听的时候 他都觉得说你更懂他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你想出来的话 他给他的脑 你的主观重要性 就会增加 每次编辑效用是递增的 所以聆听总是比拍桌子有用 有实际上的朋友们问说 我们看刚刚的影片 证明您工作强调效率 我现在在政府里面工作 政府的反应并没有那么快 那您是如何去调试 或是去改造 例如政府的资讯系统 可能没有那么friendly 那当然所谓众人知识 众人组织 就是说我们所谓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每一年我们的办公室 会有大概30位左右的见习生 大概都是大学研究所这个level 那他们也都会参加这个叫RAID的专案 Rescue Action by Youth 就是说青年救救政府网站 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已经办到第四届了 那每一届他其实工作的方式是非常类似的 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他看不顺眼的东西 他把它列出来 然后呢 我们就去看说他到底看什么不顺眼 然后做WireFriend 低你一届 高你一届 然后最后做成果的展示 做到一个demo的 可能是POS的这个程度 那他每次都会去邀各个不同的部会来 参与大概三个人一组 三个人一组 那这次的特色就是说 他是跟地方政府合作比较多 台北市民大平台 台北市联合医院 台湾就业通知 劳动部的经验署的官网 劳动局基隆市的群手资讯网 台中市社会局等等 那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的见习生们 每个都在median上面 分享了很多他们的心得 所以还有那个配对鹦鹉 真的很有意思 那总之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 就是在让大家觉得 资讯系统难用的时候 不会只是好像在外面这个炒 炒着要糖吃 炒着也不会有糖吃 而是进厨房一起炒糖吃 就是从口部的炒 变成后部的炒 所以在一开始来的 最大的 complaint 我们第一届的时候 都是说 为什么只有IE才能够用政府的网站 所以我们那一年 其实做的事情 就是把所有五百多个政府机器 说是误会 所有的网站 只要是IE only的 我们都就是 请这些年轻人 稍微改几行 CSS Java script或者HTML 然后告诉这些承办说 其实你改了这几行之后 其实你就不会一直被我们骂了 所以在第一年之后 我们应该是全面 IE only都 就是不再有对外的网站 不再有IE only的问题 在中央政府上 那第二年做的是RWD 就是每个人的手机的宽度不一样 那号称手机版的网站 其实在某些比较窄的手机上面 还会有横向卷洞等等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那到第三年的时候 才比较是它的使用的流程 比如说登山的一站式的整合等等 那到第四年才开始跟地方政府合作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改造 并不是说一次就可以做彻底的改造 因为在最一开始的时候 各部会的同仁 对这些青年还有戒心 不会觉得说 这个我等于是很可靠的伙伴 但是在一开始 这些就是我们叫做 chip and cheerful 就是很容易修 但是修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 的这些成功经验累积了一两年之后 大家就比较放心 开始让他们去做 比较大的完整的体验的设计 所以我们这整套方法论 也已经国防会把它变成 叫做政府数位服务指引 GDSG 所以现在这个确实已经整合 会我们采购法 或者是咨询服务采购 或所有民企的开发的范本的一部分 所以是再往friendly的这个方向 那当然它的真正的一开始的initiative 就是靠那些在外面 吵得最凶的这些年轻朋友 有时机要进来那会炒得一起来炒他们吃 那有实验尾朋友们问说 今天今天的新闻报导指出 郑伟的存款是36万 请问郑伟怎么样在这么有限的存款下面 安然度日 我每次就是创一个新创的时候 大概都是这样子 就是一直烧钱 然后甚至把自己的存款压下去 那所以在这次我们再让内部新创也不例外 大家可能知道我在前两年 入格前两年 我的国际的大部分的行动 甚至包含我们的就是同事的出国相关的预算 因为我们在原本部没有这个科目可以编 那所以大概都是就是我自己抵押房子下去做 其实各位应该很熟这一套 各位都是新创 但是当然就是做出一些成果 那当时的好处就是说 如果我这样子的一种 透过机器人 透过远距 透过对我们有好 但是还没有到邦交国的这些理念 相近国家的朋友 在开国际会议的时候 就是马上就突然冒出一台Double Robotics 或者是冒出一个iPad 突然间跑在旋转椅上 那时候一整年都是这样子弄 那当然大部分是没有直播的 那有一次有直播的 在联合国就被大家发现了 那但是无论如何 就那样子弄了一年 其实真的蛮少钱的 那但是最后就是还有蛮不错的一个成果 那所以后来外交部就说 好那这些事情 他们就派了一个人来我办公室 那之后就开始可以由外交部的各个就是地狱司 就是欧洲司啊 北美司啊 亚非司啊 开始去探这方面的预算 那但是在那个时候 我已经烧了可能至少三百多万 在这件事情上面 那当然还有很多别的事情 所以要怎么样安然度日呢 大概就是告诉自己说 就是这件事情它是viable 这件事情它是不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能够做 有证明出来这件事情是值得做的时候 那其实外交部或者是甚至金贸台 办公室啊 这个远离其他的政委啊 那现在都会来问我嘛 怎么样子在开视频会议的时候 就是不要这个我看他眼睛 他觉得我在看他脖子 或者是说 就是在看他额头 对方才会觉得你在看他眼睛 等等这些问题 我们现在在疫情的这一年 大家对于视讯都已经变成达人了 那已经了解到说 如果对面开始抽格 那果断的就要把萤幕关掉 开始打电话 那也不然会倒扣一份情等等 那所以这些都是可能累积了这几年的经验 那在疫情的时候 现在变成一个setter protocol 就是我们在外交人员各地的住处 都知道说他只要有一个好的场合 他只要接上iPad 然后按一个键就可以召唤我 变成各管处的召唤手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我就不需要真的再砸多少自己的钱下去 所以现在虽然当然存款到了一个低点 但是大部分我本来自己吸收的这些花费 大概都不再需要我自己吸收 就是大家都开始找到正确的科目去做这件事情了 所以我觉得是蛮开心的 不只是安然度日 实际上是觉得说有一些具体的共享 有十九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郑伟呢 我们公司之前有听说过MicroLED吗 以及我如何看待这项技术 MicroLED当然是有听说过 然后因为我自己比较做AR、VR方面的 就是Immersive Reality的这些开放 那刚刚就是稍微有交换过一些我之前的经验 我是大概2000、01年左右 比较对穿泰式有兴趣 那时候是自己穿一件叫做Scott Evest 就是后面有太阳能板 然后就是所有的背心都有那个电源线路 然后背后可以背一个很大的电池 然后跟原算单元在背后就很像那个五龟壳 就是忍者龟的那样子的一个做法 那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有一个Body Area Network的Configuration 也自己做眼镜也自己做全照式 然后从外面收到光 然后再重新投影出来的那种穿透式的眼镜等等 那所以因为当时对这些技术非常有兴趣 所以一直觉得说如果可以就是让那个显示技术它透明 然后又徐徐如生的话 其实大家对于Wearable的接受度会高非常多 因为当时都是一些就是不是很成熟 而且就有点像去年的这种Zoom Fatigue一样 就是如果花太多时间在上面的话 反而会觉得说好像不现实不真实的那种感受 那所以我是对Mac OLED 是蛮有从AR跟immersive reality的角度来看 是有蛮高的期待 因为目前我最常用的就是XR Space 那其实我几乎是每天用 那不管是用来开会 用来创作艺术 用来就是跟纽约的朋友就是约在瑞士的马特洪峰 在那边划山论检聊天 之类就是因为他们在lockdown 那我们尽量把它带到一个compailing 就是让它觉得很有感的那个地方去 那对于我们不管是像经贸坛啊什么 这个会展啊什么 我觉得都非常有帮助 但是XR Space 以目前的显示技术以及它的那个运算单元的能耗 它大概能够做就是把人带到一个卡通的世界里面 那当然卡通也很棒 就是我们既然知道说这个小孩子都看鬼面之人 前时候大人都看天竺鼠车车 所以老少嫌疑老少嫌疑的一个状况 所以把大家都变成这个天竺鼠车车 好像也不错 这就是XR Space目前的做法 但是毕竟就是说 当我们实际要去敞开那个地方 我们要真的去有一种生理其境的感受的时候 完全卡通化 还是不能够让我们的判断变成很准确的 当它跟现实要开始结合的时候 你还是要有一个叙叙如生的感受 所以我觉得现实科技 不管是穿戴可脑车用等等 这种叙叙如生共同在场 这个使用的方法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那有十五位朋友们问说 感觉自己跟组织文化开始格格不入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Bugminster Fuller 有一个发明家 他有一句很好的话 他说 如果你看到一个 就是你觉得不好 一个成就的一个系统的话 那你不要试着去改变它 或者挑战它 你就做一个新的系统 然后让那个旧的系统 就是让新的系统使用者 慢慢就不想去用旧的系统了 就让它自然凋零了 那我看大部分的架构都是这样子看的 就是我不会特别觉得说 我要去挑战冲撞改变颠覆旧的系统 那就有点像是当时我十四岁 就是国中二年级 就非常中二的 中二的时候我就去找我的校长说 我一天有睡八个小时吗 所以十六个小时醒着 那我有一半的时间 要到他的国中上课 那我只有八个小时可以做研究 那但是我想要有完整的十六个小时可以做研究 所以我不想要被他国中浪费八个小时了 真的蛮中二的 然后我就印出当时在那个ARXIV 当时康奈尔大学刚开始做archive 那所以我就在上面实际看大家的preprint paper 然后也会写信 人家也不知道我才十四岁 所以也会回信 那所以我就说 你看我已经在跟研究人员一起工作了 那校长本来跟我说 我要就是读物研究所 要考GRE 要去国外 要当postdoc 才能够合作的这些学者 现在其实都会回我心 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我希望校长可以了解到说 我花式的小时做研究 对大家都是比较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那校长当然说他了解嘛 但是我就说 可能有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当时有一个强迫入学条例 我只要不去学校 我们家每天就会开始被罚款 一直罚到我 就是真的有回到国中上学为止 那这个是很麻烦一件事情 那请问校长就是怎么看这件事 我当时在脑里 其实已经有一整个谈判书 可能算到第十个play左右吧 可是他会怎么讲 他会怎么讲 他会怎么讲 那但是大初我意料的 就是校长想了一分钟 然后他就说 好那你明天就不用来我们学校了 那我就说 那强迫入学条例呢 那他就说 没关系的教育局那边我帮你处理啊 那所谓的处理就是伪造文书的意思 我现在那个追溯期过了 可以讲这些事情 对 本省国庄杜卫萍校长 所以可能我在当时中二的心灵里面 就开始有一种感觉 就是原来常任文官 公务人员是全世界最创新的人员 这个种子 这个到后来入阁才开始萌芽 对 那所以在当时有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一个校长 因为为了我的关系而去伪造文书 然后去公民不服从 那我就发现说 那我就不需要调整自己去配合国中 或甚至高中嘛 高中我一天都没有念过 而是说我在外面开始自己组织起一个自己的学习社群 然后一起来解决一些问题呢 那当然后来接触到自由软体运动 然后来开放原始码 或者是开放科学 Critic.com Wikipedia等等的这些社群 那这些也有自己的文化 那现在反而是反过来 我们在体制外的所谓的实验教育 现在变成主流了 因为审理国家新科纲 自发互动公号 就是拿我们当年使了十年的research 直接变成这个development 现在也不是development deployment的情况 那我们的这些开放协作等等的文化 现在特别想开放政府和办关系等等 变成全球的民主国家一个主流的文化 所以就是经过时间长达二十年的时间之后 我们当时觉得是一个很小的 另类的这种组织文化 现在变成一个主要的文化了 所以我觉得说 你跟组织文化格格不入的时候 很可能只是 就你早一步踏入未来而已嘛 那所以就是你让未来经过你而来临 然后慢慢扩散改变旁边的人 但不一定要去挑战现有的组织文化 你就可以在旁边 就是自己开支三业 那到有一天就是本来那个组织文化 可能就absolute 那这个我不知道这个问的人 到底是哪个就是team或哪个事业群 所以我应该针对任何特定的team的意思 还有社会朋友们问说 聪明的人通常都觉得自己的判断比其他人正确 请问政委对投票多数决制度的这个看法 我就没有觉得我的判断比其他人正确 我们大部分的投票制度 都会导致一个所谓strategic voting 就是你的投票不是你真正的异象 而是你觉得最有可能策略性的他朋友起保啊 什么方式就是让最可能赢的 你勉强可以接受的那一个赢 而不是说你真正喜欢的那一个去给他相应的投票 那在我们总统被黑客送里面 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试一个数位的社会创新 叫做quadratic voting 那它是从以太坊就是Vitalia Buterin Len Wild他们研发出来的一套制度 那这套制度其实讲穿的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有200多个不同的案子 那每个案子都对应到169个永续发展目标 那我们就让所有在众营平台 就是公司层网络参与平台 众营.gov.tw的使用者 那每个人都有99个点数 那这个点数呢 他可能是看到他喜欢的这个队伍 可能就是把他拉比来投票的队伍了 大概都是这样子的 他比方国土智慧巡守队 他是用所谓的水盒子去在农地去看 他的上游有没有工厂污染这个水源 是类似空气盒子 那如果你是他的亲朋好友 那如果是一般的网络投票 那你就来然后就灌票 灌票完就走了 你根本不会看另外200多个专案 大家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我们的投票法是不一样 就是199点 那你要投1票的话 你要花1点 但是如果你要投2票的话 你就要花加起来4点 如果要投3票的话 加起来要花9点 所以99点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只能投9票81点 而不能投到10票100点 因为你没有100点 那投了9票81点 你还剩10%点 那人性就是这样 是不会想要浪费的 所以你就会多花一点时间 去看旁边的 还有就是用无人机去看这个 海漂的垃圾 不要等它漂到海滩上 再来浸滩 可以是就是在这个境外决战 这样的情况 可以去即时的去 预测说海漂的垃圾 到底会漂到哪里 然后说不定用一些 就是无人机 甚至无人船 去把它收过来 然后塑胶直接提炼成油等等 那这些都是很有可能的应用 那这个虽然就是非常的 就是out there 就是感觉上成功率不高 但是实际上是很exciting 这很有趣 所以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好那我既然是18点 那不投给他了吧 18点他发现他只能投4票 就是16点 还剩2点 还是会浪费掉 那怎么办呢 那所以他只好再花一些时间 去看旁边的很多事情 好比像说司法院这个 他们用AI去帮忙做判决书的格式化 所以任何时候司法院接到说 为什么这个不能安全驾驶罪就是酒驾了 为什么判这么轻 为什么没有人问 为什么判那么重 因为没有人判那么轻的情况下 他就可以用一个AI说 其实行情是这样 因为这有几个factor 其实法官那个良心参考 他都是有一个就是有必要参考的 因为他是非常mechanical 在当年的定义里面 就是说你用这个有载人 有没有职业驾照等等 就是要这样子判 那但是这个解释 非常花司法院的时间 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AI 来帮他解释这件事情 这个至少值个一票吧 那你投了一票 最后还剩一票 那所以你就会再看 可是有的时候看一看 你就会发现说 也许这些对你的价值 说不定不输于国土指挥巡手 对 那所以说不定你就 把这个酒票稍微抽一些回来 也许是这边7票 那边7票 49加49 这样也是可以的等等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投票 他每一票的编辑成本 就是每多投一票的成本 刚好等于他的编辑效用 所以意思就是 你不需要做策略式投票 就是看完所有看过的 这些专案之后 就你的了解 这两个的综合效果如果高 你就两个都投 你不需要觉得说 好像就是我必须要气饱 策略性的投一个 那结果就是说 每一次我们选出前20名 或前24名的时候 绝大部分人都会觉得他赢了 因为在100多队里面 他平均大概都投了五六队 那这五六队总有一个到前20强吧 那这个情况下 他们就算是没有入围的这些队伍 家座的队伍等等 也比较愿意心甘情愿的 因为当年他们也有在帮隔壁的拉票 去加入这个隔壁的团队 然后一起去就是发挥他们的综合效果 那所以讲的这些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投票多数决制度 其实是一个就是比特率比较低的一个做法 那每一次实际从就是这种social listening 就是从社会上面收来的这些signal的 就是compression artifact 就是很容易在过度压缩里面 就失去它真实的这种性效度 那而且它的频率也比较少嘛 频宽也非常窄 就是平均每两年或每四年 每个人只上载大概三个委员的资料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做公共决策是源源不足的 所以我们就研发非常多的系统 像刚刚讲Quadratic Voting 或者另外一个Police的系统 就是要让大家每天都可以找到 有意思的事情参加 而且参加的时候可以上载更多的委员 而且不需要去做期报或策略式的投票 那这样的话大家的群体的智慧 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判断 一定比任何个人要来的正确 这不是聪不聪明的问题 只是每个人可以去贡献他自己的经验 跟角度的这个问题 有示威朋友们问说 面对有益的假消息传递 俗成网军是不是有反制的方式 那我想最近CSIS 就是美国那个智库 有一篇很好的paper 讲的就是台湾模式 所以台湾模式已经不是只是防疫 而不需要封城 现在也是可以解决假讯息的危害 而不需要去做言论审查 至少不需要去做所谓的administrative take down 就是像新加坡那样子 with all due respect 但是在新加坡的做法是 任何内阁的格言就好比像我啦 看任何一个媒体或新媒体不顺眼 那就可以要求他更正或者撤下他的任何的报道 那所以这个对新闻自由其实是有相当的损害 那但是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有点像是封城嘛 是一个不得不然的这样子一个做法 那但是在我们这边这个不是选项 就像我们是尽可能的不要封城 因为大家都记得说 在SANS 2003年的时候 是很不舒服的状况 所以我们不要回到那个状况 那同样的道理 40岁以上的人也会记得说 戒严的时候是很不舒服的状况 谁也不想要回到那种就是白色恐怖 言论审查那个状况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必须要研发出一些 不是靠我们的行政部门 而是靠社会部门 然后来进行就是反制的方法 那这个反制的方法 其实最重要就是先期的预警 那先期的预警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我当时到CSIS的简报 就是说每一个国家对于假讯息危害 它的回应的方式 那按照Civics Monitor这个人权团体 可以从就是最集权 就是红色的那个部分 那一路到最开放的就是这个部分 那在整个亚洲 只有台湾是用最开放 就是完全不牺牲言论 机会接受自由的方式 来处理假讯息的危害 那其他大概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倒退 那就算你算成了所谓的英态 那也只有我们跟纽西兰师 才去就是比较开放的方式 来有效的防堵这件事情 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做这件事呢 大概就是靠说我们可以有一些 就是即时的回应 那即时的回应 它必须要有先期的预警 那先期的预警 到底要怎么做呢 就是靠大家去贡献自己的零碎的时间 那大家可能已经知道 在LINE上面有一个 就是叫做真的假的 那或者是LINE的官方 其实有一个官方批谣的一个账号 那现在这个已经是一个产业链了 所以你也可以加入像去世科技 有一个防诈达人或者是Husco 才把梅玉仪勾病进去 那或者Michael Penn 现在好像有非常多了 那所以在这个生态系里面 不管你让任何哪一个知道 说那这个讯息可能是有人 转传的假讯息的时候 那他就会去给台湾视察和中心这些 并不是政府控制 也不是有收政党的捐款 根本不是所谓的公部门 它就是社会部门的这些朋友 即时的去给出一个交代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大家就可以 一下子就可以看到 那目前所谓trending 就是到底目前正在被转传 最多的到底是哪一些 而且可以即时的去收到一些 就是classification 就是一些澄清 比方说在2019年11月 我常常举这个例子 因为这个例子是 我们可以从PFCC 就是台湾视察中心那边 可以证明说 这个真的是 就是境外的恶意的操弄 那当时是说 所谓的香港暴徒的求劳曝光 上一个警察最高给2000万 那甚至还说什么 13岁的小暴徒 参加几次包囊活动之后 就买了iPhone 什么之类的 这样子一些 就是比较耸动的标题 那很有意思 那个时候就只有 在台湾的社交媒体在传 包含LINE群租 但是在香港都没有在传 所以这是一个针对性的东西 那台湾视察中心 后来就把它找到 就是真的是一个路透社的 记者拍的照片 可是路透社在报道这个的时候 当时他只是说 有年轻的示威者 而已 他完全没有提到iPhone 也没有提到做任何这个 就是对警察脱模不轨 等等的作用 所以到底是谁抽换了 这个caption 他们就找到说 原来是我们长安建同志 那就是他是北京的中央政法委 所以事实上是在他的微博的账号 他并不是在地下偷偷摸摸摸做 他是非常公开的做这件事情 而且是邀请他们所有的就是协力者 去用尽量耸动的方法来描绘 路透社这个其实本来一点都不耸动 的这样子一张照片 那所以我们有没有把它下架呢 完全没有 我们是做所谓的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就是当DFCC澄清了这件事情之后 那大家现在在Facebook或其他的社交平台 就可以看到说 那他底下就会冒出一个就是中央政材会独家赞助 这样子一个框 就是说你不是不能够转传这个假讯息 但是每个人是在理解到说 这是一个有意识的咨询操弄的情况下去转传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这其实是培养每一个人的抵抗力 就是好像说抗体嘛 你像这样子是病毒 但是让他已经没有传染力了 的时候 那每个人有被expose到这个没有传染力病毒的情况下 其实在心里就形成心灵的抗体 那之后再看到类似这样子 耸动的文章或者是照片的时候 大家都是非常那个R值 一定都是小于1的 就是平均起来 一个人不会再去转传到 超过一个人 因为已经了解到说 这个就是有意识的咨询操弄 所以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媒体素养 它的意思不是只是我们怎么看媒体 而是我们怎么当媒体 就是每一个小学生中学生 现在可能Instagram上面的追踪者 都比我很多 所以大家都是有一个 自己要是媒体 自己就是制作人的这种感觉 那如果都可以去接触到 这些fact-checking的社群 甚至在总统大选前 有很多的中学生 甚至是小学生好像有一两个 都有参加当时有几个媒体 一起在做的事实查核的行动 就是把总统在三个候选人辩论的时候 或者是政杰发表时候的每一句话 都去tack就是事实性的感受性的 还是怎么样 事实性的到底讲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看那个fact-checking 就可以发现说 蔡英文总统候选人 他很善于就是他明明做到了可能100分 他都讲成80分 那这个也是factually wrong 所以他常常就是under promise over deliver 那当然另外两位就比较不是这个pattern 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所有人都有参与过这种媒体 就是newsroom媒体的制程的时候 那他就比较不会被这个终端的output所影响 因为他自己知道说每一个报导都有他的frame 那他自己会去找他的事实在哪里 然后怎么样fact-checking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我们研发出来的一套 类似反制的方式 那这个反制的方式不会导致反制的后果 那我觉得这是还蛮不错的一件事情 当然CSIS的报告也说 如果美国早一点采取这种方式的话 可能也不会有他们现在社会上的一些争议啊矛盾啊等等 那我也觉得说这件事情也是接下来 我们可以跟不止美国来任何言论比较自由的国家 都会需要这一套的方法 有14位朋友们问说 我认为比特币是不是一定会取代货币 变成大众化的货币 我觉得当然比特币在一个环境里面 它主要就是看它的法币 大家相不相信吗 你越不相信它的法币 比特币就越有吸引力 那像中央银行 我们的中央银行 看起来就不想会倒的样子 那这样子比特币的吸引力就比较弱一点 除非你要炒作它 所以简单的来讲 就是比特币它是一套就是透过演算法 就是大家都相信一个演算法 所以取得一定程度信任的方式 但是像中央银行 它也有用它自己的方式取得大家信任的方式 这两个并没有按照定义 谁好谁坏 但是因为比特币是真正意义上是全球的 所以我们在任何全球的地方 你只要比起比特币的可信度 没有那么好的那些中央银行 那边的人就会觉得说 那比特币不错 它是一种避险的一个作用 那在我们这边 我们就会觉得说 那它好像你知道 新台币最近也还不错嘛 所以这个情况下 似乎没有一下子去到比特币 去取代它的这个币 目前还是一个共存的一个情况 那有14个朋友们问说 没有完美的政策 没有完美的解答的情况下 身为政委 要怎么样面对少数人 甚至多数人的期待 以及失望 其实就八个字嘛 开门造局 你行你来 就是这样子 任何人只要 只要觉得说 就是它开不顺眼 我们做的任何事情 有一些批评指教等等 比方说 我上去的例子 2017年5月 当时的报税软体 有一位设计师叫做智远 他在公职桑 在平台上面贴了一个连署案 这个连署案完全没有任何建设型 它literally就叫 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 然后它的那个主纹 全部都是就是非常酸 PH已经低于零了 没有任何一点点建设型 但是呢 因为当时为什么这样子 是因为2017年的时候 Oracle这家公司 把Java Applet这个技术 就像今年的那个Flash 就是淡出大家的世界之外 一样它把它淡出在大家世界之外 但是对Mac和Linux的使用者来讲 当时国税局是用Java Applet 所以它就会在一个 原件更新中 请稍后的那个画面 它可以稍后三个小时 但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因为Java Applet 被停用掉了 这个时候 当然报税心情 本来就不会很好 再加上这个心情就只有更差 那然后就会打电话去国税局骂人 那国税局这个接了很多通电话 心情也越来越不好 所以就终于有一位承办 这个不小心脱口而出 那你可以借Windows报税啊 那这样子讲就完蛋了 因为他会买Mac 就是因为他不想玩Windows 他当年有一个美学的选择 你现在这个就是嘲讽他的信仰 这个真的是 我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所以当然就一下子就爆炸了 所以当然你要说是多数人嘛 可能后面可能又不是多数人 但是总是不是很少人 那所以这些人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 所以看这个联署园底下的留言 当时八成多都是说财政部长下台 官邦公路公司无能 什么官商公街什么之类之类 非常非常难听的话 全部都冒出来 那在当时呢 我们就靠什么呢 靠我们开放政府联络人 因为我们每个部会 在当时刚刚建筑出来一个新的制度 就是国会联络人士跟立委 那新闻联络人士跟媒体 开放政府联络人就是跟乡民 就是快要爆炸的五千个乡民 所以他的那个工作是特别需要创意的 那他要怎么做呢 就是像这个当时财政部 杨健安良专业 他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他在底下立刻留言说 所有各位对于我们财政部的批评指向 我们都收到了 那所有有留言 我们财政部长的朋友 我们就诚挚地邀请大家 在两个礼拜之后 在我们财政资讯中心 大家一起做出明年的暴雪软体 所以是一个广发英雄帖 就是你行你来嘛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在底下马上就留言说 就是我是汤凤 他真的是就是财政部的人 不是乱串 我非常非常欢迎大家真的过来 那所以我们当时就真的看到这位卓制员 那他本身是一个设计师 那看到标凯体就很不舒服 何况是暴雪人体 何况是Java Applet里面的暴雪人体 所以就是从他的角度来看 所以早就应该开了 那也有很多朋友说 他没有办法实际到财政中心 所以后来我们也用 Immersive Reality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透过310直播啊 语言直播等等的方式 那透过我们slido 就跟今天我们平台一样 去offer你的想法 给我们的这个user journey 那所以卓制员其实帮了很大的忙 就是他用他擅长的 使用者旅程的这个分析方法 因为他是领衔人嘛 所以他的提案人 就把所有他的连署人 在slido上面有留言 去进行这样子的整理 服务流程开始之前之中之后 那在过程里面 他的行动是什么 他的需求是什么 遇到了什么问题 感受如何解决方法 以及实际的接触点是怎样 所以虽然有5000则留言 其实整理完之后 大概就那么100则便利贴 那当时我的主要的这个角色 就是去安抚我们的公务员的玻璃心 也应该就是说公务员他 其实有一个翻译举落 应该是这样讲的 就是他凡是从民众收到 像这种留言的时候 他要签给长官的时候 他会自动加几个字 会变成文字稍微嫌冗坠 那这个就蛮冗坠的 然后他的这个上席 再签上去的时候 又会再更多一点 所以就是每一层这样子 签合完之后 他真的变得很冗坠 那但是为什么呢 当然是不想要就是 长官那些要升高嘛 就是向上管理 这个是很必要的 但是对于乡民来讲 这样就是没有尊重他 就不是选他那边站 就是好像只把他的意见里面 顺耳的部分拿过去 但是他真正想要传递的 就是字报多的这个讯息 所以我当时就是跟 所有的这个不回同人说 没有人家写字报多 你可以把惊叹好拿掉 但是你不能把字拿掉 你就是要接字报多 这三个字 但如果写华丽到让人迷惘 非常久 华丽到让人迷惘 那甚至在当时 就是报税报到最后 已经试算完 但是还没有送出的时候 当时的软体 会有一个五区国税区 都不一样的一个吉祥物 有五个不同的娃娃 会跳上跳下 然后用标凯题说 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今天好 还是全形 对 那但是就是 也有朋友尖锐的指出 就是他想到 要报税心情就不好 所谓的痛快 就是痛得就快一点 不要就是 让在中间 试着让她心情好 这是没有用的 那他宁可就是 早一点结束 报税她去买个啤酒 什么 说明心情都好一点 你在中间 这个有一个很可爱的娃娃 平常看可能很可爱 当时看就觉得充满讽刺 所以总之就是说 报税就不是心情好的情况 不要试着让我们心情好 没有用的 所以就是这些最酸的 便只是低于零的朋友 当时就被邀到现场 最后开了四场协作的工作坊 那就跟我们的枯主 就是官报网络公司 然后跟我们的五区国税局 然后在我们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以及一些英老师的协助之下 真的就画出了 新的版本的报税系统 所以大家就把 这个对这套东西的不满 真的长得有点就是 对那变成这个 真的长得蛮好的 那在2017年的协作 2018年现在 Mac跟Linux上面适用 那当时就有96%的满意度 那到2019年 那就是Windows也可以用了 那就有98%的满意度 那这种满意度 我们一起盖的地方 那所以他至少贡献过一张便利贴嘛 所以他的那个态度就是 他会跟亲房朋友说 哦来试试看我们一起做出来的 新的保税系统 那这个就是他亲房朋友 如果要找麻烦的时候 他还会当那个免费的客服嘛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才真的能够 所谓众人知识 众人住址 就是大家的事情 大家一起来帮助 那后来 其实我们就发现很多的乡民 其实也是公务员 公务员下的班也是乡民 所以当时有贴这些就是出言不逊的这些便利贴 不罚我们其他部会的 不是财政部的公务员 那所以像我们去年就是要做口罩实名制的 在一个线上订购的时候 外服部的朋友就还记得说他有参加过这个 所以我们改了几个参数之后 他变成线上预订口罩的系统 其实如果用过e-mask的话 看起来一模一样 就是官方网路改了几个参数就变成这样 那在后来就是经济部要处理三倍券 也要有一个线上预订的系统的时候 中小企业除了同仁也改了几个参数 同样的东西就变成三倍券的系统 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一语多词 就是因为一开始当他们在做共创的时候 本来就有结合各个不同的部门 所以他们都发现说 这一套系统非常的有弹性 这样稍微改几个参数 他几乎是可以说是万用的 所以回到这边就是多数人的期待跟失望 是我们的创作的动力 负能量是可以发电的 但是为什么他到最后是可以变成共同创造 就是要有人出来说 那我们开门造局吗 你行你来 那他只要这样一留言底下 高达八成以上 马上就开始给我们非常有建设性的批评 那只有不到两成还在说财政部长下台 那已经没有人理他们了 所以就有人来出来做这个转折 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 好 那有20位朋友们问说 为什么政委那么快 可以调出要回应的资料 好厉害喔 感谢这位朋友的称赞 其实我就是有很多tab 开在这边嘛 那所以你要问到某一个相关的问题 问题我就开那个相应的简报 所以我大概有10个tab开在这边 那所以 因为我用的是goodnotes 所以他开这个tab的时候 其实你看到的是他的就是presentation view 但是我在这边看到是很多的 可以用的页钱跟我已经做好的书签 所以大概有点像是俄罗斯方块一样 就是我在回答上面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脑里已经有在看接下来三个问题 它大概对应到哪一页简报 那所以在回答完这个时候 就可以就是无奉险接到底下的那个问题 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处理 有14位朋友们问说 除了番茄中工作法之外 请问政委是否还有其他工作方式 可以提供给工程师 作为工作效率提升的方式呢 除了番茄中工作法之外 如果你deadline快到了 还可以有番茄酱工作法 当然我现在尽可能不要用番茄中工作法 那比较认真的来讲 作为工程师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对于技术债的那个管理 我们用番茄中工作法的时候 通常都是在帮就是下一手签技术债 就是我们真的不能meet deadline 就想到一些方式去hack 就是去想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其实长期看起来会变成在维护上面的 一个透支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要怎么样管理技术债呢 我后来就常常用这样一个方式 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开发一个题目 和比方说扣扣视频指引的时候 那我们一方面我们会用一种 就是狂欠技术债的方式 就是先让它上线再说 那但是呢我们会在同时去做一个 比较长程的一个规划 就是说有一天这个就是承包商 向官方网路他还是要去做报纸问题 他不能一直在这边做口罩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做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做 有点像是什么呢 像是资安上面那个red teaming 就是说狂欠技术债的那群人 必须要向未来要维护的这群人 在这个关头过了之后 立刻就要做一个debrief 那这个debrief就是把 你欠的技术债到底欠在哪里 就是非常清楚地给一个交代 那在之后呢他才有可能去被拆成 像刚刚的那些便利帖 其实那些便利帖一定程度上面来讲 也是当年的报纸问题的设计者 在欠技术债的结果 我们现在才需要 就是2017年才需要收拾这些东西嘛 因为他不管是把法尊啊 或者是如期上限啊 或什么放在比较高的priority 再把使用者的体验 放在比较低的priority 或者是选用一些就是 Oracle即将他们当时也知道 就会停用 但是反正就是先上线再说啦 等等的这些技术 那大概都是当时做到的 那原因就是说我们在以前的资讯采购上面 往往是一个大的系统整合上 所以他不管是前期的mog out prototype 中间的user testing 那后面的deployment 那甚至之后的就是增修它的功能等等 它全部要全包 那但是实务上面它就不可能是一组人 所有这些都是很擅长的 所以我们后来的做法就是 去把前面的这些比较探索式的 或甚至是救火的这些工作 变成一堆 因为我们在中央政府99万之内 只要部长签字 就可以直接指定人就去做了 那所以不需要走一般的采购程序 那但是一般的采购程序 还是有一个很稳定的SI在这个后面 那我们这边探索到的东西呢 就全部都要hand off 给中间的这个delivery 但是这个delivery做的时候呢 它必须要用API first的方法做 也就是说我们这边交接来的 不是一堆就是背景的那些store procedure 什么东西 而都必须要是open API 就是OAS3 那有了这些东西之后 那我们才真的可以说 开用造具你行你来 因为如果你觉得说 那我们这一套做法不够好 那我们API 反正都开在这边 所以你要 我们说 为什么只有汉语的版本 没有美语的版本 那我们就可以说 API 都在这边 你做一个美语的版本 那没有阿美语的版本 那没有关系 你有API 开这边 做个阿美语的版本 所以也就是说 像口罩实名制 当时的open data 因为我们协调到 每30秒钟更新一次 所以到最后 就有140多种不同的应用出现 那都是因为一开始 就是就是 健保署跟它的成商 愿意说 我们在一开始 就是hack出来的那个版本 就是哈尔无占尾那个版本 hand off给 就是健保署做的时候 那他并没有放弃掉 这个open API的commitment 所以之后任何人 想要用别的方式去呈现 比如说机关家 想用chatbot的方式 这个siri google voice assistant 等等的方式呈现的时候 他就不用再回来问过 一开始的无占尾 也不需要回来再取得 健保署的同意 因为一开始他们这个hand off 就是用API来做的 那这个我觉得 对所有人的工作效率跟时期 都会有所提升 因为就不会变成说 你一开始做一个hack 然后你以后就要 maintain它一辈子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但是 这样子也可以让大家 真的需要hack的时候 那就可以放心的 就是用巨额高的以待 去签计数债 反正你知道说 到下礼拜四 就是全部都会还掉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整个team的 工作效率提升 那比较不是个人的一件事情 有17位朋友问问说 您认为上以后 与众不同现在才是常态 但现实生活里面 也有许多需要人员沟通 合作的影响 请问您在这块是 如果兼顾自我的独特性 并且顺利跟他人沟通的 请问是否有因此 或是什么困难 并且如何解决的 好 那我不想 这里面分成两件事情来讲 一个是说 兼顾自我的独特性 并且顺利跟他人沟通 我觉得你的独特性越清楚 别人其实越容易跟你沟通 因为他就是在跟你 所认定重要的价值沟通 而这个价值 只要跟他相信的价值 有共同之处 有重叠之处 那沟通就会变得非常容易 这个其实才是真正 KPI 管理 变成 OKR 管理 主要的事情 就是那个 OKR 是你的价值 那这个价值是跨部门 或甚至是跨集团里面的不同 此公司在negotiate 它们怎么样可以有综合效果的时候 它不是靠这个人 跟这个人的交情 而是靠这个价值 跟这个价值 就是 alignment 它一致的这个程度 所以我觉得你越清楚的把自己的独特性 就是我觉得这些价值最重要 讲得非常清楚 那这样的话别人跟你沟通 就变得非常非常容易 那举例来讲 好比像说 有没有因此遇过什么困难 因为我的价值一开始就是 接近这个摊派打的这个情况 我们在联合观企业办的目标 大概可以分成经济为主的价值 环境为主的价值 跟社会公益为主的价值 那这些价值当然 离此之间有一些静和的一些关系 但是我一开始就会说 其实我作为Digital Minister 我的工作就是这169个目标里面的三个 那这三个都来讲是最重要的 是核心 其他都是Instrumental 那这三个是什么呢 就是确保跨部门有reliable data 就是我各自都有给得出交代的资料 那effective partnership 就是说大家的力气不是彼此抵消 好比像说口罩地图跟药局的发号码牌 不是彼此抵消 那以及open innovation 就是释出来的创新 是让大家一下子就可以学得到 可以扩散 而不是说只有在它的就是report chain里面 它上级跟下级知道而已 那所以当我这样子就是把牌摊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说很容易跟我沟通 所以据来讲像2016年10月 我刚入阁的时候 当时我就接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案子 那就是所谓的电竞选手的那一案 那那一案其实我印象蛮深刻 因为我才刚加入那个 当时就可以找去立法院 然后他们就开了一场公听会 然后这场公听会呢 是有逐字记录的 所以我们在过程里面呢 不会说好像就是变成只有 就是里面的某些特定的一些 立法委员的发言才会被记下来 事实上是所有人都有记下来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发现说 电子经济选手培育及研商辅导事项里面 还真的有不少朋友们 这个就是各部会的朋友们 去听了立法院的这一场公听会之后 那回来就来告诉大家说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不适合 由他们的部会来解决 那我们在报章杂志上 比较常看到的都是 这些立法委员们 他在一开始开场的时候 就是讲的这些话 但是我其实比较注重的就是在后面 实际这些选手 现役的这些选手 他讲的话 那这些话其实都是非常 像丁特 他讲的话都是非常实际的 包含兵役的问题 学业培训的问题 都因为没有主管机关 所以国际选手来这边 他的前程都不知道 谁要发的问题 场地都接不到的问题等等 那每一个听起来都很细碎 但是事实上加在一起 就是让大家觉得说 电竞比起其他选手 好像矮一劫的这种感觉 那所以后来呢 就是不同的部会 就有不同的主张 我们可以看到说 第一次协调会的时候 大家主张都相当的不一样 有很多的黄灯 很多的惊叹 那这些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体育署嘛 主张说电竞不是一种体育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没有动到肌肉 那他在 因为体育是关于身体的教育 physical education 那我们在好比上说 小学本来就会有体育时间嘛 大概三十分钟 那他就说 你可以想象 小学生都打三十分钟电竞 就完成体育时间嘛 这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所以可见 这是一个文化活动 应该是文化部来管啊 那文化部当然就主张说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像我们有琴棋书画啊 等等这些 都已经有百年的历史啊 所以可能等电竞有百年历史 再来找我们啊 电竞当然没有百年历史 那所以这应该是 经济部工业局的事情 一定有一个软体组啊 那经济部工业局就主张说 这完全不关他们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 你把他想成打篮球的运动员嘛 那那个篮矿确实是经济部的 因为标检局嘛 它有一个标准的 这个制定的硬体的方式 那喝篮球 说不定也可以算成工业局的 那从来没有听说 工业局还要去管篮球国手啊 这个是从来不可能的事情 他们真的算是这个 所谓的产业界嘛 他们实在不算是产业界嘛 应该是体育署的事情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说 其实我不会取下任何财食 因为我的 我在意的并不是 这三个价值 到底哪一个数有数列哦 我在意的只是说 我们所有的这些 叫做你搞阶段的这些讨论 我们就十天之后 就会在网路上跟所有人公开 我其实只在意这个 reliable data effective partnership open innovation而已 那所以 这个一公开之后 我们就在 好比方说 PTT的LL版 八卦版 巴哈姆特 Mobile 01 雅虎电竞 应该我还漏了好几个 那就掀起了一阵子的讨论 那这个讨论呢 当然不一定很理性 前四个留言的 大概都不是很理性 那但是 总是到第五楼的时候 就会很专业 那那个专业的五楼 一旦出来之后呢 就会一锤定音 提出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见解 说不定他本身就是承办人 也未可知 但是 就是我就是把 专业的五楼的这些想法 都带到下一次的协调会议 这些选手的培训 什么也都在网络上面做了 那所以 为什么体育署就是 跟文化部 独厚回合制的电竞 但是却这个 就是轻视 及时的电竞呢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见解 那又或者像说 又有一位专业的五楼 提出来说 那我们如果是把它叫做 文化技艺表演工作者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国教署 虽然不是体育署 国教署 本来就有技艺的 选手的专班嘛 那这样子的话 你要把它定义成一种技艺 虽然可能不是民俗技艺啦 但是是一种技艺嘛 那这样子 你也可以去使用 目前国教署 现有的专班 包含选手培训制度啊等等 这些都是有的 所以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说 当我们把警探号拿掉 但是把 就是专业的五楼意见 都带到行政院的时候 其实对这些 专业的文官来讲 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他们也是很愿意创新 所以在经过这样子 来来回回其实只有 三次的协调之后 这整件事情就解决了 就是文化部 经济部跟体育署 都愿意去任零属于 他们的那三分之一 而且他们都找得到 reference class 就是这个跟他们 本来的什么东西最像 那当然后来 立法院也三度通过 运产条例的修法 所以现在电竞正式 就是一个智力运动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即使是在 立法院还没有通过的时候 至少这三个部会 不会像以前去立法院那样子 就是坚持着自己的本位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那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一开始 把我在意的价值 非常清楚地探出来 就是我其实不是要选 这三边的哪一边站 我是选每一边站 那但是只要大家愿意 就是跟湘敏直接 透过这种非同步的方式 逐字表的方式 来进行对话 那我相信就是 到最后大家 都可以找到共同价值 而且找得出一个解决的方案 所以大概具体 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协调的 有21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郑伟 认为公司的利益 应该全员均分 还是图利特定的人员 我觉得如果全员均分的话 应该是叫做合作组织 那可能就不会是叫做公司 公司按照我们的公司登记 本来就是 它可以去模拟成合作组织 就是一人一票的这样的方式 那或是透过特别股的方式 去确保说 早期的就是第一个Round的人 他的一股可以算好多个票等等 以前只有必锁型公司可以这样 但是在前一次的公司发修法里面 任何非公开发行公司都可以这样 所以我会觉得说 现在在我们这边的公司制度 它是足够有台性的 它可以模拟出像是合作组织的形式 它也可以模拟出就是 就是初创者 它可以不会被投资者洗掉 它的投票权的那个形式 中间还有很多什么Safe Comfortable Bomb 什么之类之类 大概都可以用现在的这个版本的公司法 来模拟出来 所以我想 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的回答 就是说 那就是章程约定 每个人在加入的时候 就可以先了解到 目前的章程约定 到底是章什么样子 然后呢 就是决定说 你是来这边是 为了要分论呢 为了要参与权呢 还是为了要什么别的呢 那等到这个 就是跟你心里的这个天平 这个有所充电之处的时候 那就可以决定说 要投入多少的力气 在这个特定的组织上面 那我觉得组织 往内部的这个胶带 其实跟往外部的 投资者利害关系的胶带 是一样重要的 像内胶带 像外胶带 都要做到一样好 才是双面胶带 这样子才是有 黏住性的一个做法 那 有视频朋友们问说 您认为 国内最大的联合政党 目前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这位可能是 我们实在力量或民众党 想要这个寻求 这个差异化定价 这个非常非常有创业的一个问题 我是觉得说 当然最大的两个政党都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是刚性政党 就是列宁式政党 它不会同时让它的党员 有其他的党的党籍 那简单来讲就是 这是好处也是坏处 好处就是传统生威者会 让它的所谓的就是一条边市的 它的党主席 可以有比较高的议程的设定权 那它的相对上面坏处就是说 因为现在在台湾 有很多人它的认同 其实不是特定的政党 事实上没有特定政党认同的人 应该是比任何特定政党认同的人 要来的多一点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它就是比较斜杠的这些生态位 那就可能会被重任掉或被稀释掉 那在这一点上面 其实就是他们策略性的 去跟无党籍的朋友合作 或者是说比较策略性的去就是说 那你现在不一定要入党 但是还是可以是我们党的朋友等等 还是有一些方法正在做这样子的拓展 但这个就跟一开始 就摆明是柔性政党是相当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两大党跟现在的两小党 大概是不同的对政党的想象 那但是目前看起来都有 像就是彼此靠拢的这件事情 到最后收敛会收敛到累死的情况也未可知 好 有20位朋友们问说 未来10年可能消失的前三大产业 小时候都会有人说 什么不合理的叫做磨练啊 这个吃苦当作是吃补啊 什么之类的 有一整套讲法 其实我不太会背 因为我从来没有认同过那一套啊 但是就是那一套是说 在就是线性经济的发展上面 一个人在工作里面 有一些不合自己的志趣 或者是觉得自己在做就是非常重复性 没有任何个体的创造力 或者是任何他跟别人不一样之处 能够被凸显的这些情况 那还是要默默地忍受 因为什么国家需要社会需要 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真的不太擅长讲这一套 从来没有同意过 那但是我觉得会消失的 其实不是这种产业 而是说在产业里面 对于这种线性的经济发展 然后要牺牲掉个体的创造性的 这样子一种想象 那这个其实就是低差 就是社会转型 就是大家全世界现在都在谈的同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觉得自己像工具人的时候 那在以前就是好像要忍受工具人的那几个小时 那但是现在其实就是 你应该写几个程式 然后就用人形工具 然后把自己取代掉 也就是说只要是人不愿意做的部分 那现在机器学徒其实都很愿意做 那机器学徒而且也不会累 可以24小时的做 那机器学习跟人一起学习的这件事情 现在也变得非常 变成坑毛的体质 你不需要了解 后面非常多的就是怎么样做资料搜集分析等等 现在有非常ready made的东西 可以直接去套用 所以在任何产业里面 那些所谓吃苦当吃苦 或者所谓就是人在做事情的时候 觉得自己好像被异化嘛 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工作的成果 被分开的这样子的情况 我觉得在特别是制造业啦 那我觉得接下来就是会很有系统性的这些工作的这些项目 大概都会慢慢一个一个消失 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这个产业可能还是存在 那像以前computer这个字指的是人嘛 做计算的人 printer这个字指的是做或自排版的人 elevator operator 以前是一个人嘛 就是要在电梯 因为当时电梯还不会自动停在楼层上 所以它有点像是车长一样去控制那个电梯 就是太快太慢等等 要停得下来啊等等 那当然这些现在都不是人了 都已经变成就是微电脑来取代 那但是我们还是有人在做运算 还是有人在做数据分析 还是有人在做出版 那只是我们现在在upgrade的这个抽象等级 已经比本来的要高很多 那抽象等级比较低的 大概都已经交给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一开始讲的辅助是智能来做的 所以我觉得是产业对自己的想像 而不是产业本身会被取代 那有十八个朋友们问说 他会有没有期待AI应用在什么样子 特别的领域 也就是目前还没有存在的 或者还没有成型的这些领域 我自己是觉得说 在台湾我们有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把民主这件事情 本身也当做科技在想 当做一个所谓social technology 社会的技术在想 这当然是比较特别 因为我们的总统咨询1996 是在有全球咨询网以后才有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是已经先体验过 王岐王国上面的创新之后 然后才开始设计我们这一整套民主制度 包含宪法就增修了大概五六次吧 那现在好像又要再改一次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就发现说 这个东西它一开始想像 就不是什么200年传下来的古老传统 而是我们可以按照社会需要的那个频款 不管是参与室预算 沙盒时间 从我们的黑客松 公投等等的方式 大概就是去增加大家的 王民主共同志愿这个bitrate 那跟我们比较像的就是像 也是有王岐王路之后才立国的爱沙尼亚 那或者是说也是从威权转型的 可能西班牙或者冰岛等等的这些情况 大概都是有了王岐王路之后 重新去想像民主 所以对我来讲 AI应用在民主作为一种技术的这样子一种领域 我觉得是蛮值得期待的 而且台湾在这方面 其实真的就是有很多的贡献 比方说我们的polis 在其他的国家polis 都是民间组织在run的 在我们这边就是polis.gov.tw 它已经变成一个就是二级的 有点类似部会 的这样子一个虚拟的机关 而且你就是可以用公共政策 从洛杉矶平台来登入 那旧人平台其实已经有 超过一千万的曾经来逛过的朋友 那也就是说 它的人口在国内来讲是Facebook的一半 那是Twitter的好几倍 那这个在其他的国家也是很难想象的 就是说一个国营的social media 虽然它是讨论公共议题 竟然可以有到Facebook一半的 这样子的就是market share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 讨论过非常多事情 像大家可能比较有听过的是 2015年的UberX的事情 但是后来我们的相山致敬 相海致敬 跟AIT的数位对话 大概都是用同样的基数嘛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说 关于UberX的这件事情 我的亲朋好友都四散在不同的地方 每个人对于纳税啊 纳保啊纳管啊等等 都有很多不同的见解 但他们还是我的亲朋好友 并不是就是网路上的敌人 所以我们在CrowSource这些Facts 就是关于UberX的事情的事实之后 我们就花三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问大家觉得怎样 那其实感受这种事情是没有对错 没有好坏可言 那就是同样的事实 有些人觉得开心 有些人觉得不开心 但是到最后 总是会能够凝聚出一些粗略的共识呢 每一个共识只要能够照顾到 越来越多人的感受 那他们就会变成是我们最后的决定 所以当然现在我们回头看2015年的这个 就会发现说当时大家最有共同感受的这些事情 比如说当时我也有贡献一个嘛 就是说不管这个前座的司机到底算什么 但是后座的人的意外险 是一定要能够让他保的 那如果你同意这件事情 就离我稍微近一点 如果你不同意这件事情 就离我稍微远一点 那你就会再看到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就跟Slido一样 就是没有回复的按钮可以按的 所以也就是说炒不起来 完全没有炒得起来的方法 就是像在脸书 你有回复的按钮 而且可以把对方的名字带出来 那就会有一个引诱 就是引诱你去打脸 而不是打书 对不对 在脸书 脸书有两个方面嘛 但是我们这边是不可能打脸 只能打书 就是你只能把你的见解分享出来 而问其他人说 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那他用的AI 并不是Deep Learning 那他用的就是最传统的 这个X轴、Y轴是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那这几个分群是K-Means Clustering 那这些都是非常容易解释的 但是每一次我们讨到Police之后 就会发现说 炒得最凶的 后面然后在UberX 炒得最凶的是什么呢 到底什么是共享经济 有一半的人觉得说 你连工程都没有 不能算作共享经济 那有可能另外一半的人觉得说 你是有就是时间有共享 所以可以叫做共享经济 炒这个是炒不完的 那当然媒体也都很喜欢这个 那但是炒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在这边是非常具体的一些事情 纳水纳保纳管 他不要Undercut Existing Meter 就是不要跳表比本来的跳表还要低 要注重劳动权益 刚刚讲到保险等等 那这些都没有人反对 所以后来我们就邀请 所有这些利害关系人到同一张桌子上面 就有点像刚刚共创暴水软体那样子 共创我们的所谓的多元化集成车 所以所有人都觉得说 这些真的是很有道理啊 为什么不做呢 那后来就做了 所以现在当然Uber 已经是一家台湾的计程车 叫做Q Taxi 计程车商 那现在Line Taxi 或是现有的计程车 都去转型 变成多元化计程车等等 大概都是靠 当时这样子 它凝聚出来的一个粗略公式 那这个在亚洲是非常难得的 其实在亚洲绝大部分的地方 Uber如果不是整个被赶出去 那就是把本来的Plager赶出去 所以并没有这场 就是好像整个就是 多元化集成车的业态 都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车的变得更好 服务变得更好 那Uber也没有完全挂占市场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确实是一个民主本身 当它引进AI 但这个AI变成 Assistive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辅助群众智慧的 那种辅助智慧的时候 那这个确实是AI的一个崭新的应用 那目前不能说尚未存在 因为在台湾已经在用了 但是在其他的地方 确实用的都比较小规模 大概都是在社区的层级 最多到城市的层级 在用而已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 接下来可以帮助全世界的一些做法 好 好 那最后三个钟 有十万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如果没有足够的问题 我会怎么样完成演讲 那跟大家报告 如果没有足够的问题 又没有人去受的话 我就会提早结束演讲 该结束的时候就结束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做法 那还有一点点时间了 那AI衍生出来的制裁权是贵属谁 开发AI的公司 还是全民大众的 其实制裁权 它这三个字没有什么特定的意义 它是一堆权力的统合的一个成为 而且在不同的管辖领域 它统合哪些权力还不一样 好比像我们这边有集体电路布局 那或者是我们这边的专利权 那也跟其他地方专业的长度不一定一样 我们这边的著作权 就比美国的要稍微短一些 那等等 那其实著作权 专利权 商标权 集体电路布局 等等这些 大概没有什么真正重叠之处 它每一个要促成的社会利益也不一样 所以我是觉得说 它绑起来叫做社会财产权 其实很难去进行讨论 那但是每一个分别来看的话 那其实就比较清楚 好比像说商标权专利 它的目的是说 你把你在做的事情 让大家要让后代知道 但是来换说你在这一代 可以变成说你想到这件事情 那有一段时间只有你可以这样子做 那我觉得这是很棒的 就是它是一个交易嘛 就是你公开给后代来换你在这一代 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寡占的这个优势 那所以如果AI现在做出来一个对后台有用的东西 那我们再为了就是说 它可以批量生产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那我们就给它相应的这个周期 如果我们发现说 这个AI它就是remix 就是去发别人的专利 去做额外的延伸开发 它的这个周期是好比像说四个月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专利权说不定就只应该存在四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并不是一个有或者没有的这个问题 而说你去回到专利权设计的这个一开始 然后去问说 那当时的不管是七年十四年二十年 还是多少这个期间 是因为我们的下一代跟上一代 大概就是被推估是这么长的时间 但当AI参与研发的时候 这个时间是不是有缩短 那如果缩短的话 专利权的效期是不是要相应缩短 那这样的话这个deal才是公平的嘛 不然就是好像从后代子孙那边提款 然后来就是让先入者有就是太高的这个优势的情况 所以我会觉得说 所谓制裁权它们的一个形态 到最后都是全民大众 就算是最强的著作权也是一样 那但是在此之前大家都可以先去想说 我是不是提早用 还不想要CC授权 在我还活着的时候 就把一部分的制裁权在著作权的部分先公开出来 那像我刚刚分享的我们很多的这些竹子稿啊等等 其实我在首页就已经说了嘛 就是本站处定有标识外 都用创用CC0 那就是抛弃掉 包含人格权在那样 就全部都抛弃掉的方式啊 所以才会出现就是很多唐凤相关的迷因啊 就是他们都不需要问过我啊 就是肖像权人格权什么都不需要 什么唐凤什么过台湾啊 脑破表田啊 什么东西 那那个从来没有问过我 从来完全没有问过我 从来没有取得我的同意啊 那个经济部说什么我在天空什么遥控大家去领三倍圈 那你也没有过同意啊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就是预设抛弃掉出作权的话 那有的时候说不定你的社会影响的地方也都更大 那但是这是著作权这边的考虑 其实就跟专利权那边的考虑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会蛮建议说把它分开看待 然后去想一想 我们有怎么样的DL才能够让创新者愿意把它的做的事情 贡献给后代来使用 那今天先回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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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bitude 么